国际金鱼会总监林振鹏为新任会长方荣久披上彩带 正式将台北金华分会会长一职 由卸任会长李一华手中交棒 在金华酒店举办的交接工艺晚宴 现场近百位商务人士各行各业精英 以及民意代表中山区多位里长 中山区公所副区长都出席参与盛会 用行动支持金鱼会推动工艺的理念 我是金华会第三届会长方荣久 我们目前是劳资顾问代表 很开心今天可以在台北市金华酒店 举办金华会会长交接仪式 以及我们的公益晚宴的活动 我们这次金华会其实是以商务交流为主要目的的团体 但是我们在从事商务交流活动之余 我们其实不忘呢 就是分享 做一些分享 就是我们会做一些社会公益方面的一个活动 所以呢 借由这次交接典礼的一个晚会 那我们也有邀请了呢 台北市有五个礼的礼长 那请这个舞会礼长呢 然后做代表帮我们呢 就是赠送呢 一些必须要的一些资助给这个该礼的一些礼民们 然后呢 就是我们来从事这个社会公益的这样一个活动 那我想我这一届呢 会长有一个很重要的使命 那就是呢 我希望呢 透过更有效率的一个方式 然后呢 帮大家呢 在做商务交流的时候能够更加容易 然后呢 我们的公益活动也可以长长久久继续进行 那帮助各位企业家呢 可以有更加杰出的一个表现 让事业呢 更加顺利 稳定成长 我是第二任的进华会的会长 然后今天准备交接 然后我是事务基业代表 就是营机印表机的 然后在我们这一届里面 我觉得最快乐就是 我们是一群公益商人 我们是国际的公益商人 我们虽然我们不久 我们成立不久 可是我们非常的有活力 然后在我这一任里面 我们办了两次的公益活动 第一个 我们取了异光游乐院 在新店的异光游乐店 然后有请他办活动 请他一起分食 然后也把我们剩下的节管 全部交给他们 然后也在一支讲座里面 我们也请了少年 桃源少年之家 来参加我们的活动 也很欣赏那位牧师 能够把迷惑的少年 带回去正途 虽然商人 可是很希望碰到这些活动 我们都很兴奋 为什么 这就是我们人生的目的 我们社区的部分是这样的 因为我们总监是因为 我们在中山区 所以我们这次活动 特别也定在精华酒店 在中山区 所以我们这一次 当然就是刚刚报告 我们请了一些里长 还有我们都是我们 中山区的议员 我想说我们不久不打 可是我们要紧跟 让我们的这块地方更有活力 更完善 更圆满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金鱼会的logo 它下面那两个 其实是两条 就是抽象的金鱼 它是两条的金鱼 那一支金鱼呢 是代表商务 商务的合作 那另外一支金鱼呢 它代表公益 这样我们 有金鱼的合作的精神 金鱼的勇气跟智慧 然后一起来把这个工益做好 国际金鱼会是由各行各业 企业家金鱼所组成 总监林振鹏表示 金鱼会成立的宗旨 是希望改变世界做工益的方式 透过商务合作 开拓事业伙伴 进而出钱出力 推广工益 好 我们的金鱼华分会呢 是我们国际金鱼会 那在全世界成立的第一个分会 那它在2021年的时候 7月1号成立 所以至今已经成立了超过一年了 那我们也交接到第三任的会长 那第一任的这个创会长 是这个王春燕女士 那第二任的这个会长呢 是我们的李一华先生 李一华会长 第三任是我们的方龙九会长 那在这三位的会长的这个奋斗之下呢 那我们目前已经有20多位的会员了 那里面的包含各行各业的企业家 然后会计师 律师 还有医师 还有银行业 还有上市柜的这个高级 这个管理阶层等等 那我们主要的是一群公益的商业家 那我们这是利用商务合作的力量 然后让彼此的事业做大 然后再把这个商务合作的这个收获 然后来作为这个支持公益的力量 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所以其实我们是一个一群公益企业家的团体 好 金益会的宗旨呢 其实就是我们是用商务 用商务来支持支持这个公益 用商务来支持公益 那我们希望我们的这个未来也会有开 在全世界各地呢都会有开拓越来越多会 然后让更多的这个有志于公益的企业家 能够来加入 那一起来壮大 这个公益的力量 然后一起来让我们的公益力量 成为向上向散 那让企业呢成为取之于社会 然后用至于社会的这个 现在的这种 像是这种公益社会的 公益企业的这种方式 好 那借由大家的双手呢 我们热烈来欢迎 鼓励我们的这个整个领导团队 现场也公布由方荣九会长 所带领的新领导团队 方会长也期许在接下来的任期中 继续壮大台北精华分会 让更多人加入团队成为伙伴 为社会贡献更多的心力 记者领寄会台北报道